嗯,对不对,家人们,你们说是吧,比什么都强,现在谈什么恋爱呀,是不是,那之前都是拍视频的嘛,对不对,没必要,没必要拍那种男朋友谈男朋友,那我不会做人,你觉得我不会做人,那也无所谓呀,是不是,虽然你觉得我不会做人,那我努努力呀,是不是,我,我得好好的去学做人呀,是不是,先学好做人,是吧,家人们,你们说是不是, 阿姨墨身材,身材长得均匀,也没有,因为你现在就没有见到过,我很胖的,我很胖的,因为,怎么说呢,可能是遗传的吧,也有遗传的胖,你们说会有遗传的胖吗,因为,我觉得我的放尿跟正常人一样啊,我觉得我,我放尿跟正常人一样啊,但是我老是这样子胖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 因为,我爸爸也胖,我妹妹也胖,我们家的女孩子,我们家的女孩子都胖,男孩子不胖 就是孩子嘛,就我哥哥就很瘦,嗯,我弟弟妹妹就很胖,然后我也不挑食的那种,知道吧,我是那种属于,像猪一样,给我吃什么,我就吃什么的那种,也不挑食,从不会挑食的,但是,我不喜欢吃甜的,嗯,你有多少斤,哎呀,这个我就不说了,我没撑过,哈哈,我没撑过, 因为,嗯,你生小孩了,背个娃娃,天哪,没有结婚的,你们说成结婚的,没有孩子的,你们说成还有孩子的,哎,这让我怎么去说, 虽然很美,规规矩矩矩的,单纯小姑娘,就要管住嘴,对不起,我嘴巴就是这样子的, 因为我也没做错什么,你让我管住嘴,我跟我,难道我直播的时候,我要闭着嘴吗,我要闭着嘴吗, 我就这样子,像一个,那个啥一样,就这样子处着,这样子坐着,这样子,啥也不说话,就这样子,嗯,坐着吗,是不是,嘴臭怎么了, 你说我嘴臭,你的嘴部也是挺臭的吗,你一天到我的来,我直播节里面,嗯,说我,骂我,你,你不也是吗,是不是, 就是,不要乱说,阿姨莫姑娘,没关系,没关系,他们说我,我很开心,这样子的话,我也有话题, 没关系的,我都无所谓的,知道吧,因为,骂我的人太多了,我都无所谓了,我慢慢的, 已经那种了,嗯,其实也放下了,没关系的,我只要我做的,嗯,只要我好好的去做事,好好的去做了, 我相信,还是有很多人认可,阿姨莫,你看吧, 阿姨直播时,拉拉家常挺好的,不要说任何人,给自己,留后调, 嗯,是吗,我年纪还小,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去打拼,只要我去努力的做了, 是不是,家门,你们说是吧, 我感觉,我跟你们说,嗯,我也不清楚,不知道为什么, 嗯,除了昨天,睡了,睡了很多的觉,睡了挺久的觉,就是早早的睡,睡觉了, 我从来都没有睡过一条好觉,我说实话,我老,我来这里也就一个月了, 来这里,嗯,来一老百这里一个月了,家门, 我跟你们说,我来这里一个月了,嗯,我每天都睡不好, 每天都,我每天都就是,嗯,我每天都怎么说呢, 就是失眠,像个老奶那天,你就穿这条衣服,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过我穿别的衣服呀,是不是, 那我穿,我直播的时候,有些时候,呃,我,我不,对吧, 干嘛要害啊,我害她什么了,你跟我说一下,我害她啥了, 我害她抓不到钱了,我害她怎么了, 阿姨家你那个钱怎么搞的,没有还我,还没有还我, 哎呀,咱就不提这些嘛,我怕你们不开心,我就从, 我,我都没有提过这些东西,知道吧, 阿姨演了这么多作品,收入还好吗, 我演了那么多作品, 你觉得呢, 我都说过好几次了,我是没有工资的, 是不是,我都说过了,我是没有工资的, 我跟他们拍视频,不一分钱不要的, 知道吧, 我什么都不要, 后面才有的工资, 好的,好的,没有工资,谁做这些, 就只有我去做这些了吧, 不,我心里上年, 别怎么对我心里面,还是有清楚的, 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, 人家是怎么教我做事的, 我真,我真不想说出来,知道吗,有些东西, 一个月给你发工资吗, 发了, 虽然没有发, 但是我说过的, 嗯,我跟易老板说, 等活把节我回去了, 我再, 让他再给我, 因为我要给我弟弟妹妹买剩衣服, 知道吗, 我怕我把钱换完了, 我就没有钱给弟弟妹妹买衣服穿了, 所以我就没有那种, 所以我就没有像易老板, 就是, 让易老板那个啥, 知道吧, 所以我就没有像易老板要, 这个月的工资, 我说下个月再给我, 下个, 就是活把节了, 回去那天再给我, 因为我要过活把节, 我要给弟弟妹妹买衣服, 因为我弟弟妹妹妹的衣服穿, 别人都有新衣服穿, 我弟弟妹妹心里面会失落, 现在我出来上班了, 现在我出来上班了, 我弟弟妹妹还在读书, 我也要, 我也要跟我弟弟妹妹读书, 因为我, 因为我, 怎么说呢, 因为我妹妹, 我妹妹就是成绩还挺好的, 这次她考的挺好的, 她语文考了81分, 然后数学考了96分, 然后科学, 她读六年级, 然后我们那边只考科学, 数学, 还有那个语文嘛, 然后她语文好像是, 考了80多分, 科学好像是81分, 然后数学就考了96分, 然后我弟弟妹妹, 我觉得成绩还挺好的, 我想好好的, 就是不给, 不让她失望嘛, 虽然在家里面没有什么蛮力, 没有什么钱, 但是我好好的就努力了, 数学费嘛, 我一个月, 八月份, 七月份底完了过后, 就八月份了嘛, 八月份她就放学了嘛, 是不是, 八月份我弟弟, 我妹妹就放学了, 然后我妹妹就可以, 我不想让她那种, 心里面有落差, 知道吧, 不想让心里面有落差, 别人都好好的读书, 别人都有新衣服穿, 别人的数学费都交了, 只有她的没有交的话, 弟弟妹妹怎么想我们, 是不是, 我妹妹怎么想呀, 她成绩也挺好的, 在我们那边, 对吧, 她成绩也挺好的, 是不是, 要多给她, 要多给她一点努力, 多给她就是一点鼓励, 好好的去读书, 生活费呀, 学费的事, 交给我就行了, 我是这么, 我是这么跟她说的, 因为我不想让我弟弟妹妹, 像我一样没有读书, 没有文化, 因为我是只读到了初中, 虽然我也认识字, 虽然我是认识字, 对不对, 但是, 我妹妹就是还是有知识好一点家门, 我还是想让我妹妹呀, 弟弟读完大学, 对不对, 虽然我家里面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, 但是我努力好好的在一老板身边努力, 我相信我也会好起来的, 我弟弟妹妹的, 嗯, 就是妹妹的数学费嘛, 她也要读, 去读初一了, 嗯, 也应该, 挺贵的吧, 但是, 我努努力嘛, 是不是家门, 我努努力争取, 争到妹妹的数学费, 弟弟的数学费, 是不是, 你们说是不是家门, 你们支持爱莫的, 就在国际上扣一好不好, 家门, 你们支持爱莫的给爱莫点个粉丝弹牌, 说说爱个钱吗, 好像不是要爸爸妈妈工作什么, 我爸爸妈妈能工作什么, 我妈妈又不能识字, 我妈妈连汉语都有些时候都听不懂, 知道吧, 妈妈就在家里面干活, 因为家里面有一个弟弟也挺小的, 是不是, 家里面有一个弟弟也挺小的, 他要, 他要带我弟弟, 我弟弟也要上幼儿园了, 家门, 嗯, 我爸爸的话, 哎, 我都不用说了, 说这些, 哎呀, 干嘛呢, 是不是, 你们喜欢爱莫的话, 你们就给爱莫点个粉丝弹牌, 家门, 因为我也不读书了, 我哥哥也不读书了, 是吧, 我哥哥嘛, 他也要那种, 他也要娶媳妇, 嗯, 他也要压力大, 他也要就是挣钱啊, 怎么之类的, 是吧, 嗯, 所以说就是弟弟妹妹, 就是, 哎呀, 就是, 没关系, 我相信会好起来的, 你姐姐儿子, 没有姐姐, 没有姐姐, 谢谢, 希望你们能理解, 我没有姐姐啊, 就一个哥哥, 怎么这些事儿都推给你, 因为我是姐姐, 我是作为家里面的一个长子, 嗯, 我是姐姐, 我作为一个她的姐姐, 嗯, 我出来上班了, 这是不是, 我一样应该为弟弟妹妹那种嘛, 是不是, 因为, 拍视频的那个姐姐, 不是我姐姐, 我不知道她去哪里啊, 不是我姐姐的, 我也没有小妈, 我只有一个亲妈妈, 我家里面有五个孩子, 我只有一个亲妈妈, 希望你们能懂, 因为之前是一起拍视频的, 对对对, 她好像是, 喊着话的, 对了, 对了, 还是, 那是, 那视频怎么搞, 说是你姐姐, 因为一起做流量嘛, 一起把人流量, 流量搞上来, 然后我就, 我就做坏人的角色, 她就做好人的角色嘛, 我没有小妈, 阿子小时候把你带大, 我没有带, 我不是被她带大的, 我不是被她带大的, 我也没有什么小妈, 那是拍视频的, 那是像电视剧一样的, 好吗, 真服了, 老师这样子说, 都说过好几次了, 不是你姐姐吗, 不是的, 不是我姐姐, 不是我姐姐, 怎么你们能懂, 那奶奶是他们的一句, 不是的, 那奶奶是喜得的, 男人们, 那奶奶是喜得的, 不是邻居, 那奶奶是喜得的, 嗯, 不是邻居, 那奶奶是离喜得的, 那是视频效果, 那个小崽子那是视频效果, 我不是喜欢, 人家阿伟都结婚了, 怎么可能喜欢, 他那是喜欢的, 他那是喜欢的话, 对不对, 都不会这样子了, 那阿伟去看后面那个奶奶, 那是一位, 之前在一起久了吗, 那肯定要去看那个奶奶呀, 是不是, 现在大家都在做真实的自己呀, 哎呀, 怎么叫喜得, 喜得谢, 喜得谢, 为什么以前不说真话, 那为什么他没有说真话, 我之前也说过了呀, 那你怎么不相信, 对的对的, 我的幸福, 他的幸福都被我脚没了, 你就一直在这里, 这里做那个, 永远, 永远, 你就永远活在虚拟之中吧, 你就只配, 只配在虚拟之中了, 那是虚拟的, 那是像电视剧一样的, 我就是个鬼, 怎么呢, 你管得着吗, 你管那么狂干什么, 连自己都管不了, 你还管我, 都是一起拍视频, 表白也是假的呀, 表白, 阿伟表白的时候被我炮坏了, 那也是一起策划的呀, 本来就是做好的呀, 你们一直在这里说什么, 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嘛, 是不是, 不懂你们就不要乱说嘛, 是不是, 母老虎怎么了, 你不也是母老虎吗, 你在我直播间里面说我, 人家都已经怀孕了, 我的天哪, 亲爱的家人们, 人家都已经怀孕了, 你们还说是真, 假的, 人家肚子都那么大了, 非要做个亲子接地, 你们才相信吗, 人家阿伟都昨天好端端的结婚完了, 你们应该好好的去祝福人家, 是不是, 祝福人家, 对不对, 祝福他一下, 让他开心一下, 你看他结婚, 他父母都不回去, 心里面还是有落差的, 你参加阿伟的婚礼吗, 没有呢, 没有去呢, 没有去家了吗, 很抱歉啊, 家伙, 但是, 我是, 我是, 怎么说呢, 我是跟他祝福了的, 我希望他们两个好好的, 真的, 你们说假戏真做罢了, 没必要知道吧, 这只东西真, 没必要知道吧, 人家都怀孕了, 嗯, 真的, 明, 我也不知道咋说, 因为我也不清楚嘛, 对阿伯, 而没有我也没见过嘛, 是不是, 我希望他们两个好好的在一起就行了, 阿伟结婚是真的啊, 家伙们, 阿伟结婚是真的啊, 给你家买牛什么, 嗯, 对不起, 我家阿伟哥没有给我们家买牛, 之前是视频效果, 知道吧, 那时候我没有和他们一起, 那种, 知道吧, 那时候我没有去, 我没有跟他们一起拍视频, 那个时候, 家伙, 我是后面才来的, 后面才来的, 你们也看到了是不是, 你们也知道, 你们也知道我说我什么, 我是什么, 我是什么后面, 说我是什么后面才来的嘛, 然后就说, 哎呀, 赶紧给我做饭了, 烦死了一天到晚的, 真的是服了, 干个活真的是也干不好, 我当时是不是这样子的, 你挺会演, 那必须的嘛, 是不是, 那必须的嘛, 是不是, 那必须的给你们看个节目表演, 是不是, 不然你们怎么可能, 能那种呢, 爱怨怨怨了吗, 没有没有, 我都没有男朋友, 我怀疑什么预言, 是不是, 反面角色, 像巴了, 哼, 啥也不会, 就只会, 你就只配在家里面干活, 对不对, 当时是不是这样子的, 当时是不是这样子的, 给你们演啊, 重返去年啊, 加上了, 重返去年, 现在就给你们演啊, 现在就给你们看, 一天到晚的, 真的是福了, 啥也不会, 就天天干活, 快点带我去吃肉啊, 我都好几天没有吃肉了, 天天在家里面, 天天在家里面, 吃土豆, 我都已经瘦了, 你看到没有, 我都已经瘦了, 你看, 我真福了, 给我买, 给我买化妆品买, 你也不给我买, 你什么意思嘛, 我要去告诉我, 小妈, 哼, 谁让你天天跟着阿伟, 跟一起欺负我, 你得有三十多岁了吧, 我五十岁了呢, 我五十岁了, 还有鱼子, 编着那个小辫子, 阿伟就说, 阿姨, 阿姨, 你要去哪里, 然后我就说, 哎呀, 哼, 现在让你们去, 让你们两个过二人世界吧, 哼, 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, 我要去出去打工了, 哼, 我让你, 我让你把我, 带到你们的公司去上班, 你也不带到我公司, 你公司去上班, 你什么意思, 哼, 让你们两个在,